近日,张庆宇在家中遭到了男粉丝骚扰,令他受到惊吓,从而引发网友关注。 15号,现任发布会的张庆宇谈及此事,似乎仍显有余悸。 从之前真的被吓到,居心,6月28号早晨,张庆宇自爆遭到自称是粉丝的男人的骚扰,还在微博中写道, 一个自称是粉丝的男人,不知道为什么知道我家住址,在门外敲门,未获得我开门,就开始发火说一些可怕的话。 随后张庆宇打电话通知家人,等家人赶来时,该男子已经离开。 在张庆宇曝光的视频中,隐约可以听到,这名男子大叫,我看错你了,我永远不会再来了,甚至放出粗口。 被问及此事的张庆宇似乎仍信有一计,之前真的被吓倒,而他也透露,这件事发生后,他就加强了安保措施。 现在我家门口装了摄像头,以前门口的灯是声控的,现在基本都是常亮的。 虽然他表示不知该不该把这名男子定义为粉丝,但也对粉丝们发出要理智的劝解。 以后我有的孩子,他军心我也会这么告诉他。 然后就会对粉丝有解决心,我觉得就是,可能这是个别的人,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粉丝都给得很好。 那当时那个时候是自由被吓倒吗? 真的被吓倒吗? 自由被吓倒吗? 呃,我们家那边那个门口装了一个摄像头,然后那个灯本来是要有声音才会开,但现在变成等于是,只要有一点点小东西,他就会开。 该剧是改编自古龙同名经典小说的武侠剧,张欣宇在剧中饰演的马芳林是个话多又能打的武林第一美女,她也与剧中角色自比,称自己和该剧中的角色很像,自己性格非黑即白,从不会被娱乐圈改变。